咋的啦 这是出啥事儿了 这有警车有救护车的 哎哟你妈 几乎也不知一事 吓死我 出啥事儿了 我问你出啥事儿 你总点头干啥 你在家还在你口罩 说 咋的啦 出大事儿你 出啥大事儿了 媳妇 我可能惹祸了 你惹啥祸了 媳妇搭门 咋的啦这是 脏了 爸不出事儿了 知道不 出啥事儿了 慢 听说 就你 从那楼上 吊下了个人 我就说那人儿吧 真跟着干活儿呢 也不知道是谁 哎哟哞哞的 把他也给吓强空了 快叉一ок子 哎 摔下来了 哎哟我的妈呀 摔地老惨了 祸家人了 便 警车都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 但人们等 才确实去哪打 啊 啥呀 你说警车救护车都来了 这事大不 行了 不跟你们两口子说了 我还得出去再打听打听去呢 走了 哎你个大兄弟 今天 没上班去啊 那行 那我再上别的地上去打听打听 走了 走了 李姐你慢走啊 哎呀我的妈呀 这就是你惹的货吧 别说话 我先上厂厕所 回来回来 到底咋回事啊 哎呀媳妇 是这么回事 我不是在厂厂里边去修床卧去了吗 干完活我就打算回家 我看见厂厂里边有一个小偷 偷完东西他想跑 我就上去就大吼一声 嗷啷啷嗷嗓啷 眼 완성 走 当时就把那小偷吓一跳 一个折个就翻下去了 我站在乎了半天 他没爬起来呀 围观的人士越来越多 我就害怕了 然后我就跑回来了 也不知道他咋样 完了 完了 哎呀 你说你啊 那那么多人都看起来不知声 就你 你喊啥 你惹子啥 但是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嘛 你赶紧想想办法咋办呢 哎呀 这咋办呢 我还是上当厕所了 回来 你呀 这是吓的 你没有尿 你不是我叫我来上一上一 你咋办 不是你别老抓我 我快憋不住了 你松手行不行 啊 先两口四四八八干啥呢 吵架了 吵啥架呀杨哥 快坐坐 咋的了兄弟 咋还混不受设的呢 有事了 有啥事杨哥 哎呀 他就是做了一个梦 啊对 我做了一个 噩梦 哎呀 咋恶梦啊 吓成这样 我就梦着一个人 从楼上掉下来了 哎呀 兄弟你 在家睡觉都知道外边出事了 咋的不可量了 哎呀杨哥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就有一个人正跟他走道呢 也不知道谁瞎喊一掌呢 给那人吓得 啪呀就掉下来了 你又拿着 警察 现在就找是谁瞎喊的呢 我那消息 都是来自内部的 老准了 一把言我还不说呢 哎呀快说快说快说 快说 咋不给整口水喝呀 啊 喝水 杨哥 我喝水 我凉嘴哟 哎呀 别管他凉热了 快说 咋回事 咋回事 我告诉你们啊 指头掉下来这人是谁不 商场总经理他老张人 我腿摔死 那骨盆 咔嚼干细碎呀 就不说赶紧送医院去了 哎呀 送的是咱们这儿 最豪华的医院 住的是医院里边 MP3那个病房 VIP吧 你别管什么屁 指头救他的人都是谁不 院长 副院长 主任副主任 光护理团的护士就一个班 他彻底挖鼓手起来 先喊那人 他赔得起吗 哎呦 咋的了兄弟 他胆小 就这点事 我忙活一中午 到现在饭都没吃呢 那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杨哥 不咱们今天没有啊 今天没有 我跟你扯什么玩意 真有意思 杨哥你慢走啊 哎呀妈呀 我是老公啊 你说这一会儿听说 一会儿又是去说的 哎呀这也太折磨人了 哎呀 我去自首 别管一会儿去说还是听说 咋的我这良心 也得说得过去啊 我知道 可是我 哎呀 媳妇儿 别哭 媳妇儿 老公 对不住你 老公 我陪你一起去 媳妇儿 你就别去了 你留在家里边 好好照顾照顾咱孩子 大小 让他好好念书 将来好考个大学 别跟我是 还有 咱家有四个老人 他们都年龄大了 身体又不好 你要好好照顾他们 媳妇儿 我对不起你 以后咱这家 就全靠你了 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 那你就 就找个好人 干家 老公 王师傅 在家呢 呀 这咋的呢 还哭上了呢 没事 我们要出去一趟 哎呀 出去干啥 我有好事找你 我能有啥好事 我都谈事了 我知道 哎 张警官 王师傅在家呢 哎 干啥呢 你把警察都叫来了 我说小刘啊 你把警察叫来 是不是给你奖金了 哎呀 给不给奖金 王师傅的事 我不得帮他一把 是不是 就你这么帮我是吗 张警官 请进 王孝谦同志 你可让我好找啊 你快给警察解释解释 咱们真是要找他自首的呀 喊一嗓子的那个人 他就是我 您继续说 就那个人掉下来之后 我见他半天也没爬起来 我看围上去的人又越来越多 我就害怕了 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 这个事就传开了 一开始有人跟我说说 他脑子插搏枪子里边 后来又有人跟我们说 是商场经理 他老丈人 正在医院抢救呢 王师傅 这商场的总经理 咱不见过吗 你忘了 是个女的 哪来老丈人啊 女经理啊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是个女经理啊 你看见的那个人呢 他就是个小偷 刚做完案 打算逃跑 就把你喉咙嗡嗓子 给震住了 那他脑子没敲破坑子 里边腿没摔舌 大胯也没摔碎 没有 都前一传的呀 他就是掉到楼下的沙子堆上了 把脸卡秃了皮了 哎呦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以后我 我可再也不支持人了 哎 别 王师傅 我这次来 就是想告诉你 你呀 是好样的 啊 王师傅 这是当时干活的时候吧 我也看见那小偷了 还有好多人都看见了 但是 大伙没敢吱声 双子没看见 只有你 大胆地喊了出来 我特别佩服你 有你这样的师父 我驾傲 正因为王师傅 您的一声正气凌赖的呐喊 喊出了正义之声 喊出了这个社会上正义的力量 希望你啊 不要停止呐喊 也希望这个社会上能更多的人像您一样 为正义呐喊 好样的 王师傅 这回你是不是感想挺多的呀 是挺多 都是一些烂七八糟的想法 哎呀 我跟你说 你一会儿赶快准备准备 那第二台记者又来采访你来了啊 啊 还要采访吗 啊 对呀 你等会儿我先上到厕所 哎 你去干啥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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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